有一名香港籍男子來台觀光居然失蹤了 家屬級的破文找人 記不瞭解原來是這名男子來台 當詐騙集團車手 結果被警方抓了 當然聯繫不上外人 大批便宜員警在夾娃娃機店內 將黑衣男團團包圍 他直直烏烏說不出話 甚至還狡辯是來夾娃娃 但是事情有這麼簡單 男子的同伙也被上銬 原來這兩人假冒成頭顧專員 在賴群組營造高獲利假象 一步步騙光投資客的必勝積蓄 嫌犯為了成功跟被害人免交六百萬元 就派出車手跟監控手來到文山區 福星路上的這間夾娃娃機店 結果立刻被埋伏的警方盯上上前逮人 這下才發現其中一名嫌犯 竟然是千里迢迢從香港來台犯案 這名長相帥氣的香港籍成姓花美男 一月六號用觀光民意入境 二十一號還去看林書豪的籃球比賽 沒想到二十七號開始成姓男子 就像人間蒸發一樣下落不明 失戀前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朋友求救 並表示出事了 讓家屬心急如焚 頗問照人 在前幾天跟我說 他的弟弟失蹤了很久 聯繫不上 然後我問他 他弟弟過台灣做什麼 他因為家屬也不知道他過去做什麼的 警方隨即予以逮捕並查扣相關政務 全案詢問後 依涉嫌詐欺 起嫌防釋法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陳姓男子落網後 被台北地院裁定 手押禁見 他的家人將在二三號來臺 只是來臺旅遊 怎麼會跟詐騙集團打上線 恐怕還需要好好釐清 記者王文君 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